Hello 大家好 又是新video 时间 大家记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这个channel 线上中标知识课程马上就开班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按下来的link 尽快报班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 今天继续讲完最后一个类别 就是改装机芯 改装机芯顾名思义 就是本身没有买回来 自己再改成自己要求 想推出的机芯的一种类型 马上开始介绍 改装机芯 以一个专业机芯所提供的机芯 作为基础加以改装 就像外面玩车 原装车买回来 改装里面的零件 这些机芯都是同一样 改装机芯 从改变一个调板的外观 到改变一些齿轮系 都有的 等于买个帽子来自己改装 总之改到那只錶順利运作 就可以了 再加一些自家品牌的元素 甚至会加一些複雅功能 反正都是那一句 总之改到出来 作品可以顺利运作 就可以了 其实有不少知名品牌 都落于用这种方式来制标 因为 怎样说呢 就是比较容易 你不用从零开始做 你在机芯厂买一些 比如基础机芯 或者一些王牌的机芯 俗称 买回来之后自己改 拼拼拼拼拼 又加改变 就成为自己的机芯 无论在成本上 生产时间上 都会快很多 例如 例如 某一个 奥美甲 也说完 例如 它有一个同族琴中 很出名 同族琴中系统 的机芯非常出名 它也是用 ETA的2892型号 再回去改装 这些都是屡见不鲜 所以 改装机芯 你可以这样理解 相对来说 比一些 好像 不是刚才 是之前介绍的一些 专属机芯 客制化机芯 是比较好 因为改装机芯 它自己都有厂 它只不过是买回来 自己去改装 去弄 所以 你可以通俗一点 理解 Liveau上 可能会高一点 只不过 它是买了个基础 基芯 但是它有加出一些 自己 品牌的一些技术 一些 一些 后续的 设计 之类 在里面 所以改装机芯 相对来说 Liveau 是会稍为高一点 当然 回归之前 基芯 最好 最好 最正的 当然一定是自制基芯 所以 这一年 这几集的video 希望都帮到大家 对 基芯的类型 有一个 比较 透切一点的了解 不是说 一是自制 一是通用基芯 之后都会介绍 通用基芯 而是 基芯上面 都分了有 几个不同的类别 这个video 来到这里 最后 提醒大家 终标知识 课程 线上的 都即将开班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因为一直拍片 希望大家 知道多些终标的知识 就是 学多些东西 上我的班 就学更多的东西 下个video 再见大家 拜拜